我做佛达大学习校长是93年 1991年我已经是副校长了 当日正在讨论谁做校长 当宣布我是院士的时候 上面司领导就表态了 没什么讨论了 我做校长 实际上校长与院院士完全两码石 但是行政的概念 人家把院士定位看了蛮高的 这样一个学校要院士来做 使得我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了 9月以前主要是搞科学研究的 当然其他教学也有 9月以后实际上以管理为主 因为我这个人一生追究的 就是四个字 追究作业 什么事情要做 要把它做得最好 所以我是全心全愿意在做这些校长的工作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也为我以后开上了很多的道路 我一共校长做了六年 这个都很怪的 一半都是五年了 这怎么会做六年 那么因为五年做作了以后 上面感到很满意 就是让我连任嘛 连任开始就是第二了 我就给当日的教育部长 曾志连写封信 我说我三个月不住了 到了三个月呢 他就是北京专门飞过来 我说你真的不住了 还要让我们有些时间找新的校长 所以那就拖拖到 99年的一月份吧 就是校长到这里就说 但是实际上呢 这对我一生来讲是件好事情 因为给我更多的发展的机会了 我做校长的时候 一些措施也得到了非常 其他非常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